是進到場中央按切錯然後拉到這個角落嗎 你們先煮你們先讓我煮好不好第一場是 風風憲政跟安安你好 因為他距離太遠沒辦法按切錯 你們可以你們可以下來切錯直接下來就好了 下來然後再退到那個退到這個角落 嘿嘿你們先下來切錯然後再退出去 這樣有嗎有在中間反正應該OK 好嗎有時候開始就開始 3 2 1 開始 我們第一場就這樣打響拉 我們現在目前 通風憲政跟安你好兩個還在演吼 武器都還不拿你看這真的是 OK武器拿起來了 目前兩個 演的還在 哎呦安安你好看來要 要教出他的主導權要進行第一波攻擊 哎呀樂圓圓局暈倒啊這很重要 這時候接著定江三 安安你好這個還不錯 但是通風憲政 哇那個也打到了 我覺得不太妙 哇這個千斤也打到了但是千斤就有傷害 啊忘記問安安你好是全力量是全堅韌 如果剛剛那是全力量的話應該是蠻痛的 目前看起來是 衝鋒陷陣 略高一籌 但是還不一定 刀盾後面的接技很重要 目前還沒看到安安你好使出兩下普攻的刀盾技巧 因為我們衝鋒陷阱的走位是蠻精湛的 喔 OK兩個定江三用掉了這很小心 這很可怕喔這有點像是 LOR裡面閃線交掉的感覺喔 哇中鋒陷阱打起來還蠻保守的又堅持按著 反而安安你好更像刀盾耶 明明拿刀更像關刀 哎呀又用了十萬魚 加油加油加油 哎唷兩個人打來有往的喔沒有在 沒有在讓的喔 我已經加上又開了 為什麼安安你好定家那實機真的是有點奇怪 但是沒關係這是他的策略 啊這個都要千斤脆 哪一口咧 哎呀 結束了 結束了OK那我們第一場攻擊中鋒陷陣 OK安安你好這邊 你剛剛有幾招用的是 就是蠻讓我 就是讓我預料之外的OK 但 十萬里的走位確實厲害厲害 好那我們馬上進行第二場 OK第二場我們有請 努力跟S77 努力跟S77請就位 S77 你為什麼要站這啦 好啦 S77呢就有了解他劍盾刀盾跟斧頭都會 努力他就是一直是一個短攻選手 那 照理講如果以 主流判斷的話都是短攻比較佔優勢 佔優勢但是 別忘記這季 這季戰斧完全的buff 那到底誰會贏呢OK 那 裁判這邊好了嗎 我好了兩邊準備好了嗎 好啦 來喔 3 2 1 1 開始 OK 開始了啦 OK比賽開始囉 等一下S77努力沒意外就是你追我我 這招直接切到了慘了目前戰斧單挑上 哇可是努力不錯喔有馬上起來然後繼續進行暈眩那個叫塗屍劍 哇這次SC不小心就跪下來了又站起來了繼續追 哇這個沒追到這個就有點 但是SC這個處決還沒放出來後到底 哎嘿補血補血了 嘿嘿嘿 哇那麼快就補血 哈哈哈哈 鐵倒了SC快站起來 哈哈哈哈 這結束了嗎 結束了 這麼快就結束了 OK 哈哈哈 哈哈哈 看來 戰斧在這一季 是很強沒錯但是面對短攻還是有點乏力齁 短攻現在帶單挑還是太強了一點 好那麼 第二場就這樣結束了喔 嘿我S77我怎麼沒看過你放半次 處決啊 一來就放了啦 一來就放了 好那麼 第三場是空虛跟TT 哎那麼先有請空虛到現場那TT呢TT呢 涼了 涼了 那空虛好那這邊先暫停我們先請第下一場露西跟烤鴨先 露西跟烤鴨這邊先 如果露西烤鴨這邊比完TT還沒來空虛就無效先進擊囉 好烤鴨在場了那露西呢 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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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去進擊 我們歡迎我們上營界的雅君宇浩 面對我們的新手玩家齊君 好來我們先騎宇浩跟齊君到場中央那一樣齁如果齊君宇浩這場比完 兩位TT跟露西都沒上場 那 就是 空虛直接進擊 然後 欸那個我可以 講一下嗎 說 露西請假囉 他請假了嗎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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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烤鴨算撿到齊君退隊伍 好來那各位這場很關鍵喔這算是齊君 有點倒楣有點像是在露的那個世界賽第一場的遇到fake的狀況喔就是第一場就遇上我們上營界的第二名那到底會 啊到底誰贏誰輸呢還是 宇浩也一陣子沒完的到底是江氏老德辣還是長江後浪推錢那樣 那齊君目前遊戲時間不到一個月現在 呃也是個新手玩家但是從一開始就很專精雙刀 對兩個雙刀到底數強數弱OK 好來裁判 好3 2 1 開始 好現在兩邊在那邊跳來跳去齁倒數5秒OK開始了 哎 哎呀路 沒想到我們騎去一來就直接個游龍再一個接招欸一個隱形一個霧雲齁 然後哎雨昊這個路費接得很好 又接到路費了再一個蝶舞那到底鹹不行呢我看兩邊的鹹應該都剩下三分之一 那雨昊可是還有還有還有游龍都還不一定喔如果雨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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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死掉 哇這個賭盤哇 哎呀雨昊哎呀 哎呀哎呀 來我們 好慘 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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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里時間關係我沒有敗部復活啊我們繼續下一場來我們下一場請 好我們將地段的完全結束了好那感謝呃謝謝各位新那個辛苦的選手 好那充風見證跟崇哥有請到場上來 來 崇哥到囉 崇哥這時候也是雙刀玩家那充風見證關刀呢 憲證憲證 好來加隊伍預備 來充風見證我們可以在上台看到他的主動攻擊是非常侵略性的齁 這時候看崇哥怎麼應對可是關刀的Q非常的哎這有點自己非常的 動要啦如果崇哥隱形贏的好閃過的話其實關刀會有點 手無寸鐵齁 所以這邊就看 好來來來 來3 2 1 開始 來倒數秒 GO 好來 看一下崇哥跟崇哥跟崇哥先生誰人 比較OK 我們崇哥玩的是個垃圾柳齁開始就直接丟兩個東西又丟一匹手又丟一煙霧彈 那這樣子有點危險喔這樣代表說崇哥沒辦法借一套喔 游龍已經用掉了喔這時候崇哥先生沒意外要使出比較強的攻擊了 這時候輕率性應該出來才對如果 浪費這個機會這個20秒的CD時間就沒有空間了 哇這時候一個Q在一個日在一個天風地點 這傷害大概崇哥應該剩三分之一了 糟糕這個垃圾柳到底行不行呢 哎呀崇哥接到兩下普攻 哇可是崇哥先生已經用的那個 攻擊的buff15% 欸這贏了 崇哥先生贏嗎 崇哥先生贏了 哇關刀打得連雙刀欸天啊厲害厲害厲害 嗯OKOK那我們恭喜崇哥先生 連 就連贏兩局 哇崇哥算是一個很好的嘗試齁在單挑上用垃圾流 雖然 看起來是真的有點辛苦但是 相信 傷害也是有做到了 好那我們下一場 迪亞布羅對上西元 來我們到場中央 啊迪亞布羅呢 也請教了嗎 好那我們先請那個西元選手先下去休息 我們直接下一場旋律跟努力 OK那這樣打完如果迪亞布羅還沒回來就直接旋律進擊囉 好那我們先請旋律跟努力來場中央 哇兩個人站起來了我們的選手是 短攻對上刀盾啊這有點看頭 旋律的刀盾也不是泛泛之輩啊 那努力剛剛上一場 嗯 所以我們是 決鬥完之後要回到這邊是不是 對對對 OK好 把劇抓出來 來開始 2 1 開始 來啊我們看一下黑人奴隸到底 講錯黑人旋律到底可以使出什麼樣的方式來面對我們奴隸呢 奴隸的短攻還是很強的 目前就右鍵的案子 哇這個策略非常非常聰明啊 啊可是已經不小心突使劍放下去了 什麼啊在此外你的旋律就好像沒有成功 哇這個 這個進那個這個什麼千金碎下的是 好不猶豫啊 這時候兩下不斷的游擊 喔 再來再來再來 哎呀怎麼又突使劍又發下去了 哎呀這個 值乾坤值得不錯正中紅心 啊目前奴隸的奴隸去囉努力到底站不站起來呢 這右鍵必須一直按著 哎 此外你遲到了 就是兩下普攻 可是短攻的那個位移技能還是很麻煩的齁 一直游一直游 哎現在努力的感覺 現在旋律感覺有點心急喔 一直在會空一直會空 還在會空到底行不行 哎之前已經知道了是個機會 哎呀努力 哎又奴隸了但是這個奴隸並沒有成功 目前我感覺旋律有點優勢喔 還是不敵 那個 短攻的噁心流啊 OK那麼這場就恭喜努力 來下一場 空虛跟竹中拌兵位 來打到場上 哎呃場外 是有場外移住 這個請他離開一下 抬走抬走 好那空虛呢雖然已經晉級 但是這次他今天的第一場 那麼空虛使用的是雙刀 空虛從這遊戲剛開始就是雙刀 雙刀一直很強 那竹中拌兵位的話是 關刀 OK三場的雙刀跟關刀比 是我們關刀贏 那這場會不會是雙刀贏呢 好來裁判 3 喔野太刀 1 開始 OK野太刀對上 對上那個雙刀一樣 重點還是那個游龍 但是如果空虛 今天已經被 被竹中拌兵位倒地了一套傷害 很有可能會讓雙刀吃很多傷害 哇竹中拌兵已經被游龍然後蹲下來 然後再一個蝶舞 呃 哇 好快 完了完了 難民不可以再多快喔 有點快有點快 好 那算是大廚 比賽到這邊到這階段我重生一下 那剛剛那邊錄因為那個誰 那個空虛進擊奴隸進擊嘛 那西元跟迪亞布羅這邊的話是西元就直接進擊了齁 因為迪亞布羅沒倒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繼續下一場賽事 請黑糖跟烤鴨 黑糖跟烤鴨的話我們黑糖 欸怎麼又有場外因素 欸拜託那個保安 保安保安 黑糖用的是我們的雙刀 那烤鴨阿用的是短攻 哇又是這種比賽 那到底輸贏輸輸呢 好煩喔 好嘞 開始 3 欸321開始 好來一樣重點喔 烤鴨如果目前雙刀真的有點強勢 所以這邊主播可以建議烤鴨的話 一定要閃過這個游龍 沒有閃過這個游龍就不用玩 欸 這個 喔呦 黑糖一開始就補弱了然後就一直用 哇這個 哇又直接好強一個霧影再加一個游龍 就直接接上去 來改善著整個距離的那個劣勢喔 才貼進去了 好而且這個烤鴨也是一直射一直射 來這個 39歲的阿伯到底可不可以打贏這個年輕的 差一點欸 差一點 差一點真的差一點 烤鴨其實喔不錯不錯 兩邊都玩得不錯 可是黑糖剛剛那招也很厲害 又用了那個 跌影然後往前拉的距離 這邊真的很強 好再來 我們有請最大的壓軸 喵姐姐跟Andy 聽說欸這兩個 聽說這兩位選手說昨天就一直叫囂 瘋狂的叫囂 那今天終於要在場上見真章 那到底 到底誰要下去呢 好讓我瞄姐姐沒意外的話 還是用的是短攻吧 是短攻吧 這是短攻 那Andy用的是什麼武器呢 喔火衝欸 終於來了 終於 我們 第一 我們的那個 第一次的武器火衝要出現了 好 那比賽就可以開始囉 隊長給我 恩 來 Andy的火衝沒意外這個哄天爺就很重要啦 要不可以讓那個喵姐姐 可以斷到他的技能這非常重要 那如果沒有斷到的話 只會被短攻一直飄 這邊 但是如果喵姐姐不小心被哄天爺打到 那Andy一個的散彈槍貼近 那大概喵姐姐也是 好了嗎好了嗎好了嗎 3 2 1 開始 好來喔來喔 面對短攻距離很重要喔 但是Andy也是有距離優勢的喔 但是烘天爺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面對短攻的位移呢 哇 直接亂撒 來七掰 哎呦 我喵姐姐甩很出了七掰 哇 這個折損丟的並沒有很好喔 哎呀怎麼又打地板呢 哎呦 還想要用那個槍托 來我現在兩邊有來有往的喔 哎 用了那個再一發還不錯還不錯 哎現在喵姐姐 目前還沒看到喵姐姐太多的攻擊喔 套索什麼都沒用出來喔 哎呦 踢人了踢人了 哇喔 到底行不行了 繼續設繼續設 兩邊看起來 那個裁判太鬧了喔 太煩 裁判不行 好兩邊去一回去一回 小心喔 喵姐姐可能要正勝追擊喔 因為Andy很愛跟你拖之間 他要減少他的那個 HT的CD之間 如果Andy的CD之間停了 哇馬上驗證了 危險來了 喵姐姐也有閃過好幾招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哇兩邊這場打了很久很久 兩分鐘可能還不夠用喔 大家兩位加油 別忘記可以補血喔 哇Andy還是下去了 兩個都纏血 是鬼吧 大慘耶 對啊 Andy很可惜 直接開場撒大直接空 靠命 對啊兩個轟天了耶 哇 那我們這邊恭喜那個喵姐姐 Andy這個其實兩下轟天了都轟的真的不錯 那只差一點 你有好幾招射地上 你是不是太緊張了 好沒事 欸我如果冠軍那個 我有 我可以賺一萬二 金幣耶 為什麼 阿傻跟莫比貴贊助 靠北 我們大家分紅嗎 好來 我們再來一次 微風對上妙高 來有請到場中央 來妙高一樣是我們的雙刀 那微風用的是什麼 微風一直都是戰毛牆 那位置是單挑比賽特地換上了雙刀的樣子 所以沒話事雙刀對雙刀 好那兩位陳志龍算 喔你是短攻嗎 OKOK你的批封我看不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那又是短攻 配上雙刀的再次 那也沒意外重點還是短攻不斷的噁心 那 雙刀如果妙高又像剛剛那個一樣 可以快速的用 技能優勢貼近距離就很 很有贏的那個 機率來 我們可以直接開始了 3 2 1 開始 好那一樣一開始拉近距離 然後現在妙高又又又意識 微風現在 哎 剛剛那個游龍師閃過去了 喔 微風很聰明 知道說那個雙刀一開始就會貼近距離 所以一開始先用了那個 精彩的走位 騙了好幾招 然後目前就不斷的在噁心了 哇 哇他還用了技能在那邊滑來滑去 非常厲害 然後目前 廟高只剩下大絕跳來跳去 想用跳的方式來閃過短攻的攻擊 那目前還沒看到探 那個探索跟突使劍喔 廟高還沒跪下半次喔 哎呀 喔 廟高 OKOK 那我們這場恭喜 剛剛是短攻贏 剛剛誰用短攻 微風 那我們恭喜微風 OK 那在下場 齊君對上 Jung Jung來了嗎 來我們有請齊君跟Jung到場中央 讓我們一起加好不好 哇Jung Jung沒來 沒得打 OK好那我們第二階段的賽事 也結束了 那恭喜晉級的選手喔 好那我們科查8的部分 正式進入到前 4強 登登 好那我們有請 衝鋒憲政跟西元到場中央 來這是我們西元的初戰 那這是 衝鋒憲政的第三戰 來 衝鋒憲政目前已經克服了緊張 我想聖誕先速都已經壓下來了 目前他的狀態應該是還不錯 那這邊是 面對的是西元的第一戰 西元的第一戰或許 他有什麼 騎招是沒有被人家看到的 這是他的大優勢 因為他前面並沒有被人家試探 那西元會不會 在這邊有什麼騎招出來呢 好那沒意外 衝鋒憲政沒換武器還是灌刀 西元沒意外應該還是短攻 所以是雙刀對短攻 來預備 3 2 1 開始 好那沒意外的話 衝鋒憲政這邊就要一直找機會 因為他右鍵是對短攻沒用的 哇已經直接暈到了 哇西元還是不斷的走位 但是好像射了好幾發都沒射中喔 都射到地板喔 射了4發已經 已經4個奧炮囉 哇呀衝鋒憲政那個 Shift在普攻 這下好像要打到 但是沒有太多效果 哇已經暈到了 哇天崩地霊 哎呦喔 衝鋒憲政有點強啊 哇真的有點強 關到完成這樣 有點水準 好那我們再換第二場 努力對戰空虛 OK這邊的話兩邊我換武器也是沒有短攻配上雙刀OK那空虛的部分這好像是空虛的第一站對不對 沒有第二站的好那是努力對戰空虛那努力的短攻今天遇到空虛到底輸了目前來講空虛是我們 飛鳥的元老派 這是最早期DP的玩家 最後一個希望 最後一號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 呃3點的空虛 好準備開始囉3 2 1 OK那這邊兩邊距離都拉得很近還在迂迴 OKOKOK 好一樣喔OK 哇這個游龍好像被努力成功的閃躲掉了喔那空虛這邊侵略氣是非常強攻擊氣非常強 這邊隱身 可是好像有被努力看見喔努力的那個整個準心都是瞄準著空虛的 那空虛這邊哎呀被突出時間射到了跪下來了我相信現在空虛的血量應該不多 目前空虛還沒有做出太多次有效攻擊努力的血應該還不錯 哎呀空虛又掉下去了 哎呀空虛 呵呵呵呵 嗯 看來面對短控送倒還是有點不行啦 哎OK 好那我們一樣恭喜努力 好再也是黑糖對喵 Dana來這個來賺錢的 嘿嘿 喵姐姐對上黑糖 來沒有要先協商不知道他們剛才有沒有在那個 舞台下做私底下的交易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我如果可以賺一千兩百萬的話 我應該會把錢分出去啊 一千兩百萬是 一萬二一萬二金幣 一萬二 我要那邊 喔還okokok 來那喵姊姊一樣是我們的短工嗎 不是啊 喔換成雙刀了喔 哇喵姊姊換上雙刀了 那我們的黑糖呢 等一下好不好 沒事沒事 黑糖是不是變成 好像也是雙刀齁 那個披風真是看不出來 ok那沒話就是雙刀對雙刀 好來這邊喵姊姊是有金錢BUFF的女人 那面對黑糖那到底誰輸 來裁判開始 來三二一 喵姊姊這時候拿錯雙刀是常有一手呢 就跟當年TPABB拿出飯一樣 到底行不行呢 ok 這時候 好 這時候喵姊姊姊被猶龍啦 哈哈哈哈 阿有一個點贏再加個陸 阿有一個碟雲再加個陸 阿有什麼笑解釋阿 嘿嘿嘿 呵呵呵 哈哈哈 空猶龍 幹你娘咧 唉呀 你 害我換這麼久 可惡可惡 好來我們再有請微風對齊俊 好一樣齊俊是我們的雙刀 那微風呢 微風是什麼 好像也是雙刀了喔 還是短攻 喔短攻 OK看到看到拿攻了拿攻了 啊又是短刀對雙攻 再來啦講錯 雙刀變上配那個打短攻 就目前的戰績來講都是短攻贏喔 那我們看一下齊君可不可以力往還來 畢竟他是已經得到冠軍的男人啊各位 好來比賽 等一下喔 微風微風要進竹喔 喂 OKOK來準備喔 3 2 1 好目前這個距離上的優勢對微風是比較有優勢的齁 距離拉出來 欸 齊君這個隱身但是還是有游泳成功 有點厲害喔 先用了點影騙到然後再很穩穩的使用游龍 然後也正式的游到微風 那微風這邊繼續輸出已經有暈到齁 哇這有點兇直接一下背擊耶 那個大絕直接吃了全部背擊 這樣誰贏 轉攻贏了 哇 哇 好強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微風那招真的很厲害 暈下去直接背擊贏一個大絕 哇那個 可能連中甲都受不了 好那麼恭喜微風 OK 那最終我們進入老四強賽 來我們有請憲政跟奴隸上場 八強 現在是八強 我先問一下右邊好了 八強嗎 我這邊看不是四強嗎 我這邊再選出來就已經 對啊已經四強了 OKOKOK 那繼續吧 好來這邊的話這邊是奴隸對上 欸有場萬一樹齁 欸不小心有動物跑去場內 請把他趕走 好來我們這邊的話是 哈哈哈哈 這邊是關刀的衝鋒陷陣以及 奴隸的短攻 目前兩邊都一直保持的勝率到現在 而且表現都很穩定 那尤其是衝鋒陷陣他的攻擊的 那個超高的輕率性 以及那個準確的Q 好Q完之後 天風低的都搭配得非常好 那奴隸到底可不可以有效的去防止這樣的攻勢 OK 準備好了嗎 3 2 1 好那目前具體上還是對短攻有優勢的 那會不會衝鋒陷陣為了要對付短攻會換一下 欸沒有又Q到了又Q到了天哪 欸可是這時候也暈下來了 哇這個直接一個霸體下去來擋掉這個突死劍 那繼續是不是要加普攻 但是剛剛有一下那個沒了 代表體力有沒有 欸可是又暈到了 哇這個乒乓滴耶 努力閃過去了 目前努力的輸出也是蠻穩定的 而且他的位移給衝鋒陷陣很大的壓力 但是衝鋒陷陣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能夠今年沒意外 像很多呆七滴 又暈到又暈到連續三次都暈 可是這個霸體可能接著是 欸是OK的OK的 哇這樣誰贏 努力嗎 哎呀努力的短攻 是真的厲害啊 會不會是我們克薩8的希望呢 但是再來我們要領選 到底誰要跟努力打 下一場是黑糖對微風 來兩個披風俠 OK那這個兩個披風俠都 喔不好意思喔劍撿一下喔 喔這樣看我一下喔 喔這樣看我一下喔 看我一下喔 這什麼weapon 這雙刀吧 欸這雙刀 啊這咧 等一下喔 喔短攻又是雙刀對短攻 我的一萬二枚了 好那目前呢 賽斯到至今 目前只有第一場 有人使用H 對人看出來 目前雖然我們賽斯規則 可以讓雙方允許使用H 補血 但是 呃對方並不會有 跟這個彈性跟空間 讓你用H齁 會不會跟一戰的 會不會等一下賽斯 會發生那種一戰的情況一樣 欸一個聖誕節 大家出來踢足球 然後大家一起補血 會有這麼和平的時間嗎 不一定喔 如果有的話 或許是一個很很美的畫面 好那我們這邊不跟好了嗎 好三二一 OK那我們這邊賽斯開設 那我們微風還是沒 沒 哇被游泳到了 哎呀這微風看的很危險啊 而且妙告這跌影 哇全接 微風全吃 哇黑糖直接讓微風下去啦 哇 哇這個 就只有不演了呢 也沒想說要閃任何技能 就直接 黑糖直接一個 那個叫什麼 三步大一步 往前貼了油龍 再一個接招 OK那我們 柯查八的第一個 要代表我們柯查八去打冠軍賽的人 到底會是誰 目前是奴隸跟黑糖 兩個人 琴代舞台中將 那這邊呢 賽斯武器還是沒變 又是短攻備上那個 短攻備上 這邊是三戰兩勝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說是柯查八最強的弓 以及柯查八最強的刀 那到底誰會贏呢 三戰兩勝制喔 OKOKOK 好那比賽 開始 來3 2 1 好來這邊 兩邊馬上把劇里抓出來 OK那這邊黑糖 黑糖這招好像沒有 喔奴隸這邊都閃過兩三招有 然後黑糖已經隱形了 然後馬上猶龍下去 然後沒意外的話 這時候奴隸應該剩下三分之一的血 然後黑糖繼續 等他站起來繼續輸出 哇 黑糖是目前比賽裡面看到 可以用雙刀的普攻來 那個使用攻擊的齁 表現真的很優秀 OK那我們三戰兩勝 第一場是由我們黑糖勝出 再來第二場 來 第二場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3 2 1 OK 那努力這邊有點被 進入 進入絕技的齁 要有任何決定都放出來了 來來來 努力這邊 喔閃過了 哎呀 又被猶龍不會吧 哇 對黑糖真的有點陰啊 不會是老司機 哇 哇 真不會是我們老司機啊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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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沒關係 那這邊我們就恭喜黑糖 代表我們柯茶巴隊伍 來 對上那個 巴黎一的冠軍 巴黎一的那個 那那個決賽地點要在哪裡 在柯茶巴 在柯茶巴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巴黎那邊打完了沒 來 這邊我們來一個娛樂場 來我們請羽浩跟黑糖 來比一下快 這邊都沒給羽浩表現過 來我們 真的就是羽浩 就再給你一次機會了 你都過這個菜素 哈哈 我路沒辦法 來 OK開始了 那羽浩在這邊用了短工 繼續來跟黑糖這邊做交流 那本來黑糖這邊狀態是非常好的 哇又幽融到了 哇羽浩下去了 哎呀 但是羽浩還沒有死 他用了一個套索 我再將那個圖絲劍讓黑糖整個人站不起來了 但是黑糖馬上還是站起來了齁 然後去不快用 哇 讓這樣誰贏 喔 什麼 日雨浩雲呢 哎呀 所以有時候比賽就是這樣啊 OK OK 明星賽明星賽 味道 短攻真的很佩蘭欸 你下一次單挑 金融短攻可不可以 可以 看來是你可不可以按在地板上打的部分 幹 可以先用雙刀嗎 可以先用雙刀嗎